有别于只是像观光客一样走马看花 近年来地方至新请 小小一本刊物可能记载着整个县市到小巷弄的在地故事 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的花创学员 极致陈录书写地方 就邀请到地方书籍刊物的创办人或编辑 谈谈他们如何投入地方书写 对于城市的影响又是什么 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的花创学堂 极致陈录书写地方一 日前在花莲文创园区 邀请到当年是ORIP创办人 现在是写写字彩编学堂创办人王玉萍 杠丸汤创刊人吴军威主讲 分享什么样的书写才能定义在地书写 又是什么动力去使他们书写地方 以及对于城市的影响在地书写的未来 这个讲座主要都会围绕在地方书写这个环节上 那我是在新竹从事一本地方制 叫做贡丸汤的杂志编采的主编 那其实我们在采访当地的店家 那去梳理在地的一些生活脉络的时候 其实会有很多的发现 那这些发现在不同的区域 其实相信都会是非常不同的一些经验 我自己是作为一个观光客的角度来到花莲 那其实在来之前 我翻阅了很多花莲的在地书写团队所编辑的一些小刊物 那包含说很久以前很老牌的ORIP 然后还有近期就是写写字才编学堂 他们带着一群素人的编辑一起去写出来的内容 那我发现这些内容都是不同于比较官方编辑出来的这些旅游文宣 那可以带给你很多在地人的观点角度 那其实这对我们这样的 就是有点像是背包客这样的旅人来说 都是很新奇的体验 让我们透过这些地方制的编写者 看到更深入的花莲 探索一个城市乡镇 不只是走马看花的方式 可以从有别官方刊物的地方制认识 简单易读的内容 记载着当地小吃巷弄 大致整个县市的故事 刊物里的文字 常常散发出浓浓的香土味 是观光客每每错生而过的风景 二月八年假将会有透南风 和花莲周刊编辑的讲者 分享更多地方制故事 有兴趣的民众可搜寻脸书粉丝页 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接着长方夜花莲市报导